嗨 大家好 我是飛將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二手市集 這次影片也是我在這新的工作室拍的第一支影片 還沒訂閱我的 IG 還有 Facebook 趕快訂閱喔 IG 會不時分享我的生活動態 如果你今天是要看全線的商品如何在市集裡面做小售 或是你要批一堆貨 然後去市集做買賣 這支影片可能就不太符合你所需要的內容 二手市集這個詞 更之前的說法是 聽到跳蚤市場會覺得比較古董 有一點年代感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台北很少在用跳蚤市場 今天不是要站南北 但其實大家普遍把跳蚤市場這個詞換成二手市集 它會更符合更貼切你賣的商品跟市集的性質 二手市集的定義就是去賣掉你自己用不到多買的 或是你買了買錯了的東西 不是壞掉的東西 個人是一個市集恐怖 我非常非常喜歡逛市集 飛媽大概十年前被我帶去逛市集之後 她每一次逛街都要提說要去逛市集 市集是一個很好挖寶的地方 我自己逛過在台北市集就是 天母市集公館市集松山的五分埔附近的市集 那我分別說明一下這三個市集的不同 松山市集我自己沒有這麼長去的原因是 因為它其實只有半天而已 它離我家真的有一段距離 天母市集是更遠 因為我住在新北市 它的範圍也比較小一點點 很明顯我最喜歡逛的就是公館市集 因為它離我家很近 它又是這三個市集裡面算規模比較大的 它的時間會比較長一點點 跟松山市集比起來 這三個市集的性質其實不太一樣 松山市集它其實就是 名副其實的二手市集 它的攤位其實並不多 沒有覺得這個市集有必要特別 我花車錢或是時間 特地跑到那邊去逛市集 我自己也沒有挖到什麼太多的棒 天母市集我比較下來 是這三個市集裡面 定價算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大家都知道市集這部分 定價都是自己訂 不是說因為它的地段比較貴 房價比較貴 這邊的人比較能夠消費得起 所以它的價錢就會故意訂比較高 並不是公館市集其實就是 普遍便宜 真的便宜的那一種 那你還可以跟它殺價的 一件大衣或是外套300塊錢 常常逛的人就會覺得 喔這要300塊 我要再跟它殺一下下 對因為畢竟它就是一個零成本的東西 拿來買的嘛 它也是穿過了 所以我們稱為它零成本 那大家可能會殺到250 或者是有些人根本不殺 但是同樣的一件外套 你把它拿到天母市集去 天母市集這一件是可以拿到500塊 甚至600塊 還有人買的那一種的 並不是說天母市集的人 比較好學 攤位性質的關係 每一個攤位 大家都會知道 這個地段 價格在哪 莫名的自我訂價 公館T恤啊或是什麼 大概100塊或80塊錢 大家會比較能夠接受 通常公館市集的 大家會降價售出 所以大家會被這種 可以一直降價一直降價的想法 刻印在腦海裡 那天母市集 它就算降價 都會比公館貴 這三個市集 我唯一擺過的 就是公館市集 應該就是大概有10次這麼多 所以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百市集的經驗談 公館市集的部分 它報名的方式很簡單 你就只要搜尋 公館創意市集 或是公館跳蚤市集 它會要你先註冊一些帳號 還有你個人的資料 那一個人的身份證呢 只能辦一個帳號 它會有一些自己的規範 如果說你違約啊 或是你報了當天天氣很好 你沒有去 就會有被鎖帳號的可能性 所以大家把那些條款看清楚 通常都是辦6日 所以你可以選擇6日或6日都一起拜 那通常來講的話是 禮拜六擺的人潮會比較多 逛的也會比較多 所以我通常都是擺禮拜六啦 因為禮拜天如果真的擺了會很累 因為隔天星期其實還是要上班 剛剛有聊到創意市集跟跳蚤市集 通常跟朋友一起擺的話呢 我們都是擺跳蚤市集 對 因為創意市集它就是 一定要全新首創 比如說蛋糕 飾品 這種全新的東西 租金單價就會比較高一點點 講到租金不同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到 費用的問題 三個月前擺的 對 所以價錢其實不會落倉到太大 這400塊錢的租金 那100塊錢的押金 等到結束之後呢 他會把100塊錢的押金退還給你 但我自己知道的是 有一些人呢 他可能會忘記去退這個押金 對 這個部分的話 大家自己留意一下下 桌子啊還有椅子 他是要額外一點費用 在報名的網頁上面 其實他就會先叫你填寫 說你需不需要租桌子 你要租幾張 不是說你填寫 你要租桌子 他那天一定就會有桌子租 不是的 桌子是有限量的 那如果說你比較晚到 前面的人把桌子都租完了 就算你在google上面填寫說 你需要租桌子 那也是租不到的 他跟你講2點40分報到 你差不多2點在那邊等 基本上是可以租得到桌子的 擺放的方式有四種 一個就是呢 你自己帶布鋪在地上 然後東西放在上面 第二種方式就是 你自己帶桌子 自己帶腳架 有一些比較專業的擺攤人員 他們可能自己就會有自己的一套 就是你在夜市裡面看到 他們就是一張桌子 啪打開 就很快就可以擺攤跟攝攤位 第三種就是畫面上面看到這種 高桌子 第四種就是矮桌子 以我逛市集 這麼多年的統計 我覺得 有桌子的會賣的比較好 這是真的 如果你今天是擺在地上 大家還要蹲下來 然後跟你在那邊巡假 在那邊問 有些人可能連蹲都懶得蹲 那大家普遍都喜歡 站立的視角去挑選東西 那我自己的觀察 當然也有賣的很好的 取決你擺放的東西 吸不吸引人 這時候就要講到 你要帶什麼東西過去擺 會比較多人買 來我唸一下 我自己是賣過 衣服、娃娃、褲子、外套 就是那種衣服類的東西 這些衣服類的東西 其實就是 流行性一過就不需要的 斷捨離的功力 如果這件衣服 你兩年都沒有穿過 基本上它可以淘汰了 之後其實也不會再穿了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拿到市集去賣 我自己是用這樣的方式 其實整理出蠻多的 我可能都已經忘記的衣服 那這種已經被你遺忘的衣服 就代表它其實是一個不重要 不太好搭配啊 或者是實節性 為了參加活動 當時流行 現在看起來有點中二的衣服 這時候你就可以拿出來賣了 那當然我還有賣過 不需要用到的家電類的東西 化妝品 包包、鞋子、飾品 一定會有人想說 那吃的我可不可以賣 當初在日本或是韓國或國外 買回來的零食 我自己是不太建議 用的話是身體之外的東西 好不好用其實看得到 那吃的話我覺得爭議性會蠻高的 所以我會不太建議 我再來跟大家說一下 比較好賣的 跟比較不好賣的 好賣的話呢 其實就是衣服啊外套這種東西 普遍逛的人還是女生居多 男生的話還是有 依照統計來講 其實女生比較喜歡逛街 那男生的話會比較怕麻煩 我又不能是穿 買到一些來路不明的 是不是真品 女生可能就會用價錢 去核良這個東西 值不值得買 就這麼簡單 擺攤的人 女生也居多 就是既然女生喜歡買 那不就代表 女生可能會買到自己 不喜歡的東西 或錯誤的東西的比例 就比較高一點點 剛剛也有說過說 其實男生也會去逛 他也是會想要去一邊挖個寶啊 所以其實 賣最好的 不會是女生的衣服 會是男生的商品 而且我朋友他們三個人 就一起去擺攤 他們就租一個攤位 台子這麼高 他就擺這樣子 一個小山一樣 搶購一空 不要以為帶男生的東西去買 會賣不掉 那個選項越少的 天會集中在你那一攤裡 他們那一攤真的賣超級好 因為他們本身就來買衣服 跟一般的男生有點不太一樣 他們本身就喜歡買比較有牌子的 那通常這種知名品牌的 就會比較好賣出去 再來就是飾品的 賣耳環啊 算是比較一般 還有一個東西呢 是不太建議大家擺的 娃娃類的 他不是名聲必須品 他就是一個擺飾 一個裝飾 他比較容易吸附一些灰塵 那爸爸媽媽可能就會 不太喜歡孩子 去買這種二手的娃娃 他體積很大 你搬過去 你還能搬幾個 就一個行李箱 你還要塞衣服 塞什麼什麼 除非你完全賣娃娃 但我覺得這風險太高了 如果一個這麼大的娃娃 你賣一百塊 可能還賣不出去 問娃娃人真的很少 之前還蠻多人在賣那種大娃娃的 那之後就大家就在賣那種小吊飾 好不好賣這件事情是可以 經由時間慢慢看出來的 你看到哪幾個攤位 種類或項目 比較多 就代表那個東西其實是比較好賣的 每個四集都有他自己的規範 我沒有業配 我只是分享我的心得 所以我只是大概簡單說一下 他的規範 那你自己去擺攤的時候要注意一下下 你可以使用的空間 像你現在畫面上面看到的 這一格的大小 他就是你可以使用的空間 每一個攤位他是相鄰的 所以其實你不能超過這個空間 主辦單位的人會希望你馬上做調整 擺設攤位跟衣架你要擇衣 就是雨天的機制 大家都知道 雨天的話像這種公館市集 天母市集 其實就是不會開放 不要有人想說 下雨天我們去逛個市集 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通常的話 他報名是前一個禮拜就可以報名了 你要報名這個禮拜的 那就是上一個禮拜四 你就要先做報名 那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網去看 我會建議大家直接上網先去查 通常降雨機率呢 如果高於多少 我基本上就不會報名 因為那個風險實在是太大了 那有的時候你真要出門才下雨 那這種還不是最衰的 最衰的是你擺一擺 然後下雨 那這種退廢機制啊 大家就要去網路上面看一下 維護自己的權益 那要了解一下人家的規範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那天擺攤的時候賣了多少 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那天擺攤其實就不外乎 就是賣我剛剛所說的那一些東西 譬如說生活用品啊 家用品啊 以及洗衣機的那種 清潔塊 口紅 粉底 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衣服包包都是一定會有的標配 還有鞋子 那一天呢 我一共賣多少錢呢 1300多塊錢 大概1400多塊 再扣掉喔 押金400塊錢的話 應該我那天賣的是900多塊錢 這個恆溫器 100 沙乘50塊錢 我自己是想著想說 反正就是 簡單賣 那些東西也不是我跟Louis的 他就說50塊錢OK Nike的褲子的話 是80塊錢變50塊 而且我定價已經很便宜了 就是還是沙 那我自己還是覺得 那一件真的是我穿起來 其實沒有很好看 我發現那邊其實它就是零元的價值 那就是變現變一點回來 當然如果這個價錢在天母賣的話 它至少是200塊錢 New Balance的鞋子 是500塊錢 那個是 我就有穿過一次而已 保養品啊 化妝品那一些髮捲的 那些衣服什麼的 其實基本上都是150 100塊錢 小7K的鞋子好像是賣150塊錢 你們一定會有一個疑問說 既然可以到天母 去賣比較貴 為什麼我要在公館擺 跟大家講個觀念 時間跟人力還有車資 都會是你的成本 我拉的這些東西 然後搭捷運轉公車 中間的這個時間很長 它是我去公館大概四倍的時間 甚至五倍的時間 恩... 以一個我只是想要擺攤 把這些東西消耗掉的心態來講的話 公館就OK了 我只是想把它消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賺錢 你就是想把這些東西變現 不想虧太多 我會建議你去天母刺激 那擺攤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跟大家說一下下 太陽下山之前 是人潮最多的時候 太陽下山之後呢 差不多六點 五六點的時候 人就會變少了 來的人少 就代表買的人少 以前我擺攤的時候 我也會想說 欸等到快收的時候 我再來個大降價 那時候就沒有什麼要買 你呢就應該把價錢稍微先訂好 一件假設100 兩件你可以算一下180 它一定會殺賣 價錢你就不用訂這麼死 因為出去一件就是一件 你要想啊 這些東西你沒有賣完 你還是要扛回家 像我就是賣一賣 我先看一下剩下的東西 我真的覺得 好啦我還是會穿啦 那既然賣不掉 我就拿回家穿 那有一些真的就不會穿 我就拿去回送筒 就這樣捐掉 因為那陣子也不可能再擺攤了 所以我就用這樣的方式 把那些衣服處理掉 可以賺到錢 還可以清到東西 斷舌理 然後再來就是呢 有沒有燈很重要 大家會看到 工作人員他們會駕等 那駕等它會有一定的間駛 那個間駛跟間駛的中間 尷尬的模糊空間 那這通常都是最暗的 那這也會牽扯到 我們剛剛說桌子的問題 通常你擺在地上 旁邊有陰影啊 人啊 走過去會有影子 通常那攤就是最暗的 通常大家都會挑比較亮啊 人比較多啊 看起來比較吸睛的過去買 人潮吸引過來 基本上就贏一半了啦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啦 就是租桌子 不然就說你今天可能真的運氣很好 你剛好在燈光下面 不租桌子我是覺得沒有關係 最後跟大家分析 擺攤這件事情的優劣 什麼樣的人才適合去擺二手四集 第一個 有時間的人 這是廢話 因為二手四集要一整天 你現在看到的是擺攤的一整天 你還有前面兩天 甚至前面三天 你要去整理 你要擺什麼 小板凳 行李箱 什麼都準備好 拿來拿去 掏來掏去 還要斷捨離 這中間的時間 都是你的工作時長 那你再搬過去 叫賣一整個時間綁在那裡 再把它扛回來 沒有賣完的東西 再拿出來整理 可能歸位或任何的處置 那些都是你的時間 真的是需要很有時間的 你在做的事情 除了時間之外 當然就是有錢 擺攤要有押金 你沒有辦法保證 你今天帶出去的東西 也沒有辦法回收 付出去的租金 租桌子的錢 打平 打平的話代表你今天做白工喔 那你還不如直接 把你不需要的衣服 拿去二手回收箱裡面 把它捐掉 你還不用這麼累 今天 不幸虧了 歸掉去 沒錯 當作是去交朋友 交攤友的 不然怎麼辦 那交攤友當然也是 擺攤的好處啦 就是你可以認識很多人 下次你在去逛的時候 別人看到你的攤友 可能會給你給撒鼻鼠啊 這次都是你自己要去 評估的一些問題 比如說賺一百塊 一整天花在那邊 一百塊錢 你能夠接受的話 那你就去擺 你要這樣算 一般的上班族一天的薪資 就是一千塊錢以上起跳 賺到沒有一千塊 像我才賺九百塊錢 我自己就覺得還行啦 我沒有花太多的時間整理 我自己的心態啦 我就是把這東西賣掉 補償一些我在這東西上面的消費 我之前兩次真的是扛回來的啦 這次還好是真的有賣掉 嗯 有加一些新的東西進去 那舊的東西這一次有賣掉 算是運氣算蠻好的 還有一個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在講幹話 但其實他也是真的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練習說話 做服務業這件事情 是可以去訓練你的膽識的 做業務是一樣 或是做保險 類似像這樣的 工作性質 直接面對客戶 是可以讓你去練習說話 然後臨場反應 如果你本身是一個 臨場反應不是很好的人 或是不太會說話 不太喜歡跟人家Social的話 你想要練習的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你去擺攤 因為你最了解你自己的東西 那些東西都是你的嘛 如果別人問說 欸這個我可以穿 或者是說這個長度大概到哪 有沒有照片 欸還可以有什麼樣的穿法 你把它當作是一個商品在賣 用最簡單的方式 既可以賺到錢 還可以練習 怎麼跟人家溝通 怎麼說話 最後一個好處呢 就是剛剛說的 殺價 殺價這件事情 就是買方跟賣方 兩個心情大不同 一個天堂一個地獄 這個身分每個禮拜都在對調 甚至每天都在對調 我覺得大家可以 站在彼此的角度 去想這件事情 今天我就算我是賣方 哇又要殺價 可是今天我換成我是買方的時候 我會覺得 殺價這件事情很爽 這是正常 人之常情的 那它的缺點呢 就是剛剛說的很耗時 如果你沒有時間呢 就不要做這件事情 你就去逛就好了 逛完買了就走 風險 所謂風險就是剛剛說的 搬過去的倫力 還有有沒有辦法賺回來 最重要的就是天氣 搬到那邊去 忽然下大雨 你說要坐騎乘車回來 或是坐捷運又趕回來 那你那半天基本上 沒有了 希望大家對於市集 或是創意市集 跳島市集 有不一樣的想法跟看法 我自己對於市集的想法是 再利用 很環保 雙贏 所以我自己很喜歡逛市集 因為有的東西它就是絕版品 或者是說 它真的以後不會再出了 然後又可以用比較低廉的價格 把你的舊愛變成我的新環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蠻 棒的人性夜市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可以跟我一樣 愛上逛市集 喜歡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IG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一個影片 胆 丁 胆 應該 關 股